欢迎大家收听《罪昭一周》,我是梓朗 我是阿包 47人案九龙东六个参选人的求情昨天已完成 今集《罪昭一周》会跟大家一次回顾 47人案中港岛区和九龙东区 加上12个参选人的求情臣词重点 首先跟大家说说港岛区求情庭外的情况 在当日清早已有不少被告朋友冒着与排队轮后旁听 认识杨雪盈的G小姐说 在2017年游行时认识杨雪盈 形容她很有活力和坚强,对社区营造很有抱负 工作时不吃饭,喝点汤就走 对大坑出了很大一分力 她说自己都受到杨雪盈的启发 现在在自己的岗位中尽作为帮助区内居民 而徐子健的朋友细妹和阿斐 他们在雨傘运动时相识 徐子健做了区议员后 阿斐也有去帮忙做义工 阿斐说徐子健是一个临线的yes man 在街坊有什么要求他都说好 他又说徐子健的耳朵就像一个儿童幼乐园 每个儿童放学都会冲着去找他 又认为徐子健是尽心尽力 和和街坊是关系好的人 阿斐每个月都有去探徐子健 就说他新型健康,但发展高了些 又说在里面三年被人还压了 要做的事都已经做了,只是想早些放学 他们又说来到旁听,除了支持徐子健之外 也想让其他被告知道他们是保备为妄的 接着我们又转入庭内,和大家重温一下 在国安法之下,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涉立了刑罚三级制的 首要份子或是罪恨重大的人 是可以处于十年以上或是终身监禁的 而积极参加者可以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而其他参加者可以判三年以下 每个被告的法律代表都要就着三级制是否适用 或是他们的被告是属于哪个级别的角色去表态 港岛区的六个参选人里面 袁家慧的代表大藏争议三级制是不适用于全谋罪行 而杨雪盈、郑达雄、徐子健一方都认为 是属于最低级别的其他参与者 而彭卓其一方没有作出清晰的表态 我们先讲一下袁家慧的求情 袁家慧当日戴着黑夸眼镜 齐阴头绑着马尾边,由资深大律师确置代表 确置说在协议中提到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 逼特首下台这些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形容计划为期短,被告都是天真和注定失败 所导致的实际效果和带来的风险近乎是零 认为法官量刑时要考虑实际效果 就不应该基于揣测的效果来判刑 法官陈庆慧说戴耀亭一直相信计划可能成功 确置说当时很多人都相信戴耀亭 袁家慧亦相信行为是合法的 而就着刑罚三级制的问题 确置认为袁家慧被控告普通法内的串谋罪行 判刑时应该考虑刑事罪行条例 而不是国安法的三级制 否则有走后门的情况 在个人求情方面 他了解袁家慧呈上了十几封求情信 由他本人、他家人及南区的街坊所写 但在庭上没有披露内容 确置认用袁家慧是年轻、有理想、没有犯罪背景 又说案中的被告很多都是来自中产或劳动阶层 在国安法生效之前 一直都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合法 就认用他们是这里成长的小孩 而不是罪犯 确置又说袁家慧积极参与社区工作 代人友善 形容他是因为善良而入狱 他说袁家慧正是根真和生命处于改变 近日他在狱中结婚 希望可以早些组织新的家庭 各自在法官陈仲恒的追问下 就确认袁家慧是不想在法庭公开判斗的身份 当日穿着灰色西装打胎的梁仿惠 由资深大律师彭耀雄代表 彭耀雄陈辞说法庭可视梁仿惠是积极参加者 说他虽然是不乐无悔的三名草丐人之一 但声明只是重新参选人已达成共识的内容 而且是在国安法申告之前公布的 法官陈慶惠質疑梁仿惠始终没有撤回到签署 又说他曾出席抗争派的记者会 表明会立入跑里 法官又追问 梁仿惠曾跟声明的另外两个发起人一起接受访问 彭耀雄确认访访访问是在当年6月 即是国安法申告之前进行 但只不过是片段在7月5日才播出 也重新承认梁仿惠是积极参加者 没有回避到 但说他在7月之后参与有限 彭耀雄也说梁仿惠是尊重法律 并不是刻意犯法的行劫罪犯 只是忽视了法律 法官李云腾说 彭耀雄要说服法庭 梁仿惠并不是那些激进死硬派 明知国安法申告都要进行计划 大藏说梁仿惠曾经说过 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是合法的权利 不是非法的行为 证明他只是忽视法律 法官说到明觉得不同意 大藏也重新梁仿惠说 只是想透过合法的方法带来改变 计划也极不可能成功 也不涉及个人的利益 没有破坏 希望法庭考虑梁仿惠是积极参加者 彭耀雄之后做了个人求情 梁仿惠没有定罪的记录 又会帮助流浪动物 是有爱心的年轻人 而作为区议员也有服务社区 梁仿惠自己和家人都有写求情信 据了解是大约十项长 大藏也要读出部分内容 梁仿惠说 他对身边的朋友带来的伤害 就向他们指挟 他说在育中还下了三年 就度过了二十四、二十五和二十六岁的生日 形容自己是迷茫的 在1997年出生的梁仿惠说 自己这代人的成长 和香港的命运是紧紧扣连 例如他在幼稚园、小学、中学 至大学的阶段 分别遇上了沙士、猪流感、雨傘运动 和反修例运动 他说无论未来的生活如何 都会继续和香港同金共苦 又形容在2019年以来 很多人对香港的未来觉得很迷失 但他从未对香港或香港人失去信心 他说相信香港可以乘风破浪 克服困难和挑战 建立更美好的香港 是其不新的愿望 代表徐子健的大律师王雅斌 陈迟说 徐子健属于其他参加者 而不是积极参与 大狀引述徐子健在求情信中提到 已经明白所犯罪行的严重性 就说自己不能为社会作出贡献 亦希望向因为他的行为受伤的人表示歉意 不会逃避刑责 亦有街坊为徐子健寫求情信 提到他曾为街坊送免费的轮椅 提供免费的展法服务 在新冠疫情期间 亦鼓励长者接种疫苗 大狀形容徐子健是实干的人 好的聆听者 大狀也提到徐子健个人情况 被法庭考虑 就说他近日离婚 有一个儿子 母亲已年届89岁 而父亲亦在2023年被扣留期间离世 随之见自己患有慢性病 至于郑达雄 由资深大律师潘希代表 潘希建议法庭视郑达雄是其他参与者 而不多于三年作为良人的起点 潘希说 郑达雄并不是因为愤怒或金钱利益 而是因为公众利益参加初选 而郑达雄被DQ和退出公民党后 亦没有再参与事件 他的角色相对小 亦毫不相干 只是跟从公民党领导的意见 形容郑达雄在受误导之下犯罪 个人陈情方面 郑达雄呈上《七封求情信》 由他本人、家人和朋友所写 庭上没有扣露具体内容 概括说讲述郑达雄的心路历程、愿景和使命 潘希强调郑达雄只有36岁 过去一直协助街坊 亦有修毒法学专业证书课程 品格良好,希望法庭考虑她受误导 和犯罪时间短,可以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杨树莹由大律师张耀良做代表 她说法院应该根据刑事罪行条例去量刑 但如果最终是用国安法的刑罚三级制 杨树莹的角色很小 就应该落入最低级别的其他参与者 即是判囚三年以下 杨树莹有32封求情信 分别有她自己,她家人,朋友和同事所写的 包括前驱议员司马文,剧币会长冯乐德等人 球情信就展示了杨树莹在不同方面的面向 热心攻击,艺术,动物保护,文化保育和服务公众 就没有人连用过她是政客 大藏说杨树莹是成长于普通的家庭 爸爸是退休司机,妈妈是工人 她在自己的求情信里寫着 自己是土生土长在香港 过去推动动物保育,文化艺术的时候 政府都来以听她的意见 她自己是无党派,也从来没有参与激烈的行为 是不会初算合法才愚昧去参加 现在想起都觉得是愚蠢的 法官陈庆慧就问杨树莹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是没有悔意的 张耀良回应说她对所发生的事是感到抱歉的 陈庆慧就说即是她没有觉得后悔了 法官李云恒就理清了 她的求情重点是否品格良好,出色的供应服务 以及出于良好动机而参与其中 张耀良是确认的 法官陈庆慧后就说法庭是不会照着杨树所说 她是不曾尝试伤害政权的 彭卓奇是港渡区最后一个陈迟参选人 由大藏劳敏仪代表 大藏首先说国安法没有经过咨询 没有时间给公众理解 彭卓奇忽视了法律 当时只有25、6岁 以为做了足够的事可以避免触犯法例 包括撤回政纲 法官李云恒就说 彭卓奇派发施难的政纲 以及在宣传照片上展示出抗争的姿态 不是很自立她有退出的 法官陈仲恒就问道 陈池有说到彭卓奇 就是基本法学生研究中心的会长 问她是何时出任 是否想说她是爱国者呢 劳敏仪就说 彭卓奇在被告后出任 陈池就质疑如果她有悔意 为何不认罪呢 劳敏仪就说彭卓奇有参与 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李云恒质疑她是在起诉后才出任 怎能成为求情因素呢 陈仲恒就形容这只是她的投机行为 希望令人相信她是爱国者 法官陈慶惟就形容彭卓奇言辞激进 是极端分子 之后改为推广基本法 怎能见到她一致呢 大壮就重申 彭卓奇选举时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希望法庭可以折立她参与推广基本法 鼓励年轻人到大湾区创业 都是出自真诚的 法庭之后在上星期五 和昨天处理九龙东六个人的陈池 我们的记者一直在庭外 就记录了不少旁听者的感受和故事 当中就包括特意来支持胡志伟的助理 他的徒弟和共事三十年的战友 从政三十年的前官堂区议会主席蔡宅 还有这个全职的旁听师 都有到场支持认识了十多年的谭文豪 也有来香港三十多年 见证着香港的面法 说条线已经不知在哪里的邦邦等等 还有帮助过人民力量谈得志助选 做过人力和众志义工的市民 另外文协的现任总干事和副主席 郭伟成和李庭峰 都有到庭一直支持斯德来 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网站 重温详细的文字报导 在庭里的九龙东六个参选者 除了谭德志一方建议他属于其他参加者之外 其餘五个都说应该属于积极参加者 先说黄之锋 他的大律师李国威首先指出 《国安法》第三十条有有关外国境外机构的条文 或影响黄之锋的量刑 所以他想指出 黄之锋在承认事实中 提到曾经寻求外国支持 但只是限于《国安法》生效之前 即2016年起至2019年的社会运动 是与初选案无关的 所以建议法庭 《善黄之锋》是积极参加者 只是参与初选 签署默诺无悔声明 但没有协助组织举办初选 李国威亦呈上 《黄之锋》四宗被判刑的案件记录 法官提到部分罪行发生在他保释期间 见到他一再犯案 大藏都说会接受这些是家刑因素 但他重申 《黄之锋》在所有案内都选择认罪 包括初选案亦在早期认罪 希望法庭被三分之一的减刑 而黄之锋情长的求情信 包括他妈妈、老师所写的信 法官陈仲恒就质疑他自己没有写信 大藏说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但获得指示表明黄之锋 会在服刑之后放下过去 开始新生活 李国威又说疫情期间 黄之锋向市民派发150万个口罩 陈仲恒就质疑 不能善和之锋有良好的品格 法官尼昏腾就说有关内容 已经在其他案件获得法庭的考虑 不能再用作减刑因素 至于代表谭文豪的资深大律师何贝谦 就说出谭文豪的背景的时候 就说谭文豪出生于草根 经过努力成为文行机师 赢了立法会选举后 放弃高薪的全职机师工作 希望为民生作出贡献而从政 庭上亦有情想多封由她本人 她太太和NGO所写的求情信 何贝谦又提到谭文豪在被还压三年半 她的一对龙虹胎也即将十岁生日 谭文豪已经失去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以及对太太要肩负的重担是觉得很抱歉 何贝谦又提到谭文豪在狱中成为基督徒 又收到企业管理取得优异的成绩 已经预备过身生活 希望法庭可以考虑她是组认罪 以及致愿向警方录口供等等 何贝谦又提到谭文豪在立法会的时候 多次是支持政府撥款和民生议案 法官陈仲恒说这只是议员的职能 不能够作为求情因素 何贝谦说谭文豪是属于积极参加者 法庭只是应该考虑被告在国安法之后的行为 之前发生的事应该只是当作背景 法官陈庆卫表明不同意这个说法 何贝谦最后也引述谭文豪写的求情 说如果她知道是初始的犯法 就绝对不会参加 也读出信中最后一句 在此我希望向法庭表达 对过往言行深感悔咎 向社会各界及中央政府真正道歉 至于代表李家达的大壮陈德昌 就说李家达属于积极参加者 建议判酬不超过六年半 陈德昌提到李家达在大陆出生 三岁来到香港 08年的时候曾经为四川民村地震 在校内筹款 之后成为社工 服务者不少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童 虽然将来她不能再做社工 但都会找到服务社会的方法 大壮又说李家达很早就认罪 希望法庭可以给三分之一的刑期扣减 李家达呈上了41份求情信 来自她本人、女朋友、父母、中学校长、服务对象等等 陈德昌提到李家达希望出狱后可以和女朋友结婚 他还三年多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 包括妈妈去世、女朋友和有一份工作都在等着他 已经付出了代价 最后陈德昌引述和李家达的对话 李家达在搭囚车离开赤柱的时候 就说看到树是绿色的 太阳很耀眼 天空是蓝色的 所有的一切都令人提起精神 陈德昌说自己出入赤柱这么多次 都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可以看到李家达已经改变 想迈向新的人生阶段 听到这里在被告栏里的李家达也频频眨眼 用纸巾抹鼻 而代表谭德智的大作人陈志华 谭德智参与初选、签密立无悔声明、搞街站、出席选举论坛等 是没有组织到初选的 是属于最低级别的其他参加者 法官陈仲恒引用中国刑法定义 积极参加者是包括主动和持续参与 大藏回应初选是开放的民主选举 参与其中是必然自行的决定 至于是否积极就应该考虑其他因素了 按字面的解释 谭德智是不应该被视为积极参加者的 大藏又提到 谭德智已经退出了人民力量 就不会再有机会回到政治 亦都因为很多同类积极的案件 累计是附认40个月 希望法庭考虑到整体性 就比不少于20个月的减刑 至于民主党的胡志偉 他的大藏就说他应该是属于积极参加者 希望判三至十年内的较低刑期 因为胡志偉只是响应35家 民主党其实也不赞成揽炒 和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 胡志偉亦都呈上了由他本人 和三名前高官 包括前运防局局长张炳良 副局长邱成武 前六副局局长罗志光的求情商 就形容胡志偉是有理性 尊重人和为人温和 大藏也提到35家的计划 其实有很大的不觉听性 成功机会极微 胡志偉亦不是属于激进的政客 是真诚相信手段合法的 法官尼云藤就说 胡志偉认罪即承认有颠覆的意图 用合法的手段去争取违法的目标 仍然是违法的 大藏也呈上了胡志偉另外两宗刑事案的记录 法官陈慶慧称说 品格良好这项求情因素 在之前两宗案件已经用完 法官陈仲恒也说 把炳良在上一宗求情 也有为胡志偉去写个求情信 大藏也同意,但强调两封求情信都写于不同的物乐,并不是笼统的内容 而最终完成求情的就是经过审讯后聚成的施德来 他的大律师王庭江陈词时说,施德来的太太也有道庭的支持丈夫 而施德来在2007年成为社工,在2008年加入民协,之后做主席 因为触犯了国安法,将来就无法再任社工 现在他只是申请收睹心理学,准备在未来在社会其他岗位贡献 大藏的建议法庭的量刑,应该在积极参加者和低至中的范畴 考虑施德来的品格良好,积极服务社区 和多年来都获得政府机构的表扬,处于真诚而烦恼 九龙东的六个人在一日盘中完成求情 谭德在散庭时向公主席说,Bi, I love you, I love you all 而胡志偉向律师团队举起母子 法庭在今天星期三,即10日至12日,将处理第四批被告 九龙西参专人的求情,包括岑梓杰、毛曼静、冯达进、刘泽峰、岑浩辉、王八瑜、何启明、黄碧云、余慧明 九个人 杂志社会继续跟进报道,希望大家连顶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